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 这个假冒的外汇APP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PP直接盗用了正规经纪商的名称、logo这相关的资料 把自己包装成了官方的APP 骗子甚至用了一套APP的模板去批量复制假冒APP 那么各种假冒APP的功能布局大体都比较相似 基本是改一下信息复制一下就能用了 那么很多正规经纪商是人在家中做锅从天上来 像嘉胜、福货这些 然后他们会通过各种网络的渠道去发布下载二维码的链接 很多新手缺乏安全意识 出于对正规经纪的信任就下载这些爱因不明的APP了 因此骗子包装的有模有样 而对于没有用过正规定纪的朋友们来讲 就很难去分辨这些软件的真假了 而一旦有交易者通过这些假冒APP入金的话 上当了 等待交易者的将是诈骗的连续句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会给交易者知道账户连续盈利的假象 那么引导交易者继续增加入金 以获取更大的收益 而等到出金的时候 很多交易者反应过来了 直到上当了 银行卡填写错误 账户被冻结 要继续交保证金才可以出金 总之用各种的理由拒绝交易者的出金申请 总有一款适合你 出金是不可能出金的 一辈子都不可能出金的 所以我们总结来说 假冒APP的诈骗手法其实并不复杂 第一步冒充正规的外汇经纪商 第二步短时间内 能够让你的投资翻倍 第三步设置出金障碍 制造利润收割 那么如何去规避这些盗版的APP陷阱呢 在这里也给刚接出独来的朋友们一些小建议 第一个建议呢 就是在外汇市场中的 绝大多数的经纪商用的都是MT4或者是MT5软件 后来这其中 你有场部分经纪商呢 有自己独立的交易软件 如果你下载的软件不是MT4或MT5的话 那么就一定要多加注意了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个建议是 大家千万不要去相信个人或者是网络上下载的链接或者是二维码 正规的经纪商都有自己的官网 而官网上一般都会有交易软件的下载说明 像MT510或MT5天眼上都可以下载到正版的交易软件 第三个建议是去看软件的功能布局设计是否粗糙 因为假冒的软件开发成本相对比较小 周期比较短都是模板化的操作 不会针对每个平台做精细的优化 那么第四个建议是 大家不要贪 很多黑平台和假冒软件就是看着了大家这一点 通过所谓的老实贷单 营造巨额利润的假象 如果你真的相信了 就容易被动古今黑平台或者是下载假冒软件了 最后给大家强调一下 做外汇交易 本金的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 选择平台下载软件这些关键点上不要十分的小心 多方的求证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如果你还有平台或者软件安全上关的问题的话 可以通过我们阿萨社区公众号联系我们 我们会第一时间帮你解答这个问题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